现在有很多人会觉得说 这波是急杀 已经突然空头的修正 是史上最快的 民股在17天就已经创造变熊石 这么快杀下来 所以会不会是长期U型 在打底的状态 那两位存股族 他刚讲这个-10%就应该停损 你们现在怎么做的 没有停损 29到23什么意思 我观念是因为我们存股 所以在存股的角度上 没有什么停损停令 那我讲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在29块 你就愿意买这家股票的时候 当它跌到23块的时候 我是拿预算金来讲 29本来就要买了 现在跌到23块对我们来讲是打折 所以我们不会去 23块把它卖掉停损 而是23块 如果我手边有钱的话 我会再去买 那如果再破20块呢 再破我就再买 如果没钱就不管它了 这个观念我不保证是对的 你要买现股 要买现股 那是我的做法 我们这时候强调就是不要融资 对对对对 不要伤筋动股 我没有钱了我就不动了 然后我就等着暑假 它配股配息这样子 那是我们存股观念 但时间拉长了 目前为止我是没有亏过 所以我这个方法是 你做股票多久 19年 19年 用这样的方法你绝没有亏过 好 那这个其实有个重点是子弹要够 也不一定够 你不够你就停掉了 你就不用买了 我就等到暑假再配 无所谓啊 因为你如果29块 你觉得是合乎你的理想 你的配股配纯的利息 是差不多 假设说有8% 到这边已经变10%了 那没有的话我就停在 那我就说8%的鼓励 你觉得你就收利息就好了 上面上数字你就先不看了 对对就不管他了 那总是要挑高股息的 对对对 OK好 赵宏你是停损是看公司停值 对因为我说当股东 只要公司有赚钱 我就跟他在一起了 甚至他有继续发股息 发的跟以前一样多 那也没问题 那股价高跟低 只是影响我会不会买更多 就跟谢教授讲的事情是一样的 你现在美股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你美股持有的对涨 其实回到刚刚这张手板 其实我现在 我个人的投资的风格 我喜欢这种无聊的公司 就是老公司 他就是无论如何都会有人去消费 比如说香烟 香烟虽然是大家不喜欢香烟 但是我觉得大家股东 我自己不抽烟 那这个老牌的可乐 这公司就不用再讲了 对这间公司已经超过百年的公司 但是我有投资一些军火公司 因为军火公司是一个独门 你还有买Apple吗 那些都有 都有都有 但是比较少 但是我无聊的公司 劳公司占大多数 对大概是这样子 就是一个比较分散 然后分散在一些日常消费 所以哪些是你已经替掉了 最近卖掉的 你说台股吗 台股美股 美股我倒是都没有卖 那台股的话 我看一下 手把好像没有 我卖掉几间 我直接跟大家讲 我看一下 我卖掉三间公司 不只三间 这三间 我想提出来给大家原因是因为 第一间叫协议 第二间叫全科 第三间叫进轮 那三间其实我 我还有其他被替除掉的公司 其实他们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他们可能最近这两三年营收都在下降 经历率都在下降 然后股息 我最在乎的是股息越发越少 所以这三间公司会变成说 我持有它的价值越来越低了 我不如把现金拿回来去投入在更好的标的里面 那么乒乱 cilantro 是手把头髜甩和鼠扭在下方 然后从前面 如何 休息 所以